男孩往下水倒扔了一个棒球 经意外毁灭了一个地下小人国 这天他在竹子两侧擦满吸管 连接水源后 经一举攻破了给辣椒均匀浇水的难题 男孩激动地和狗子分享 还说长大了千万不能当医生啊 但男孩并不知道 就是他的无疑之举 却给地下小人国带来了灭顶之灾 他也因此开启了一段奇幻的冒险之旅 男孩名叫亚瑟 智商超高的 一年前外公在花园新导宝藏后离奇失踪了 只留下了一本小人国的漫画书和一本宝藏的线索 亚瑟生日这天 父母因为在外出差没有在家 虽然亚瑟有点失望 但好在还有外婆在 外婆还送了他一辆跑射玩具 第二天亚瑟正在玩耍时 银行突然找上了门 同时他们的房贷逾期了 限他们48小时内还清贷款 否则就要收回房子了 临走前还将亚瑟的保持节踢进了下水道 这时亚瑟想到了那份宝藏 如果能找到宝藏的话 肯定能帮他们还掉债务了呀 于是亚瑟开始翻找外公留下的收藏 终于找到了关键信息 宝藏就埋藏在地下的小人国里 并且就在今晚小人国的大门将会再次开启 在狗子的掩护下 他悄悄偷走了外婆的钥匙 并在仓库里找到了外公留下的望远镜 但这时一群野人突然出现 他们是外公曾经帮助过的非洲朋友 酋长直接摆出了一副传送阵 并告诉亚瑟 地下有一位大魔王石飞的危险 为了保住家园 亚瑟还是根据记载扭动了望远镜 这时一到月光直冲而下 时空之门也随之打开了 亚瑟肉眼可见的变成了迷你小人 他的奇幻之旅也正式开启了 男孩正在快速变小 之后就进入了通往小人国的通道 第一次见到迷你人的亚瑟很是好奇 对方是地下王国的王子 身高只有一毫米 亚瑟根据他的指示打开了通道 长弓进入了小人国 还获得了小人国特有的皮肤 王子立刻带他去见了国王 此时的小人国正在举行天命之人选拔赛 谁能拔出地上的宝剑就能获得王位 可邦国最勇猛的公主使出全力 也没能撼弄宝剑丝毫 亚瑟拜见了国王 并将这里即将被毁灭的事情告诉了他 还说只有找到了红宝石才能拯救大家 就在大家商讨时 大魔王的手下驾驶着蚊子空袭了这里 小人国立马发射出防空炮反击 这时公主小美被敌人团团围住 危机时刻 亚瑟一把抓起宝剑 打败了大魔王的手下 就这么的 亚瑟成了小人国的英雄 还获得了小美的青睐 国王告诉亚瑟 一年前他的外公被大魔王抓走 红宝石也落入了他们之手 亚瑟和小美决定前往大魔王老巢 解救外公夺回宝石 另一边外婆醒来发现亚瑟不见了 晚上亚瑟的父母赶了回来 外婆急忙告诉他们 亚瑟在花园寻找宝藏时失踪了 听到这儿 亚瑟的父母连忙拿起工具 在花园里找起了宝藏 丝毫不在意亚瑟失踪的事情 这边亚瑟三人坐上了河道喷射器 结果在半空却发生了故障 喷射器变成了一艘小船 在院子的小沟里顺流而下 但没想到前方就是瀑布 亚瑟则利用他二百六的智商 再次化解了危机 途中他们发现 大魔王的手下正在收集吸管 原来大魔王准备利用吸管 毁灭小人国 人类一切的小吸管 被大魔王当成了工具 打算用水淹没小人国 亚瑟他们为了拯救小人国 偷偷来到大魔王的老巢 但小美不想让亚瑟冒险 决定独自去刺杀大魔王 可小美前脚刚走 亚瑟两人就被发现 抓进了地牢 而小美那边也不顺利 她中了大魔王的圈套 就这样 三人都被关进了地牢里 在地牢身处还有一位老人 竟是亚瑟失踪一年的外公 大魔王把他们押送到宫殿上 亚瑟发现大魔王的宝座 就是自己要寻找的宝藏 宝宝室 大魔王准备利用灌溉技术 淹没小人国 并将他们也赶进了下水道 一起淹死 几人连忙跑了起来 关键时刻 亚瑟竟发现了外婆 送给自己的宝石杰跑车 这是那天开发商 踢进下水道的 亚瑟指挥大家赶紧上车 一路狂飙 终于在水流抵达之前 赶到了小人国 而这时48小时已到 银行带人来收回他们的房子 这是亚瑟带着外公 回到了人类世界 外公区拖延开发商 亚瑟则来到标记的地点 往里面扔了一个棒球 不仅将大魔王的部队打败 还帮小人国堵住了洪水 大魔王的老巢 瞬间被洪水淹没了 无奈大魔王 驾驶蚊子战舰 独自逃走 最后亚瑟拿出 从水中浮起的宝石 交到了外公手上 外公抠了一点 用来抵消欠款 甚至开发商 居然见钱眼开 还要抢走所有的红宝石 所幸外公的非洲朋友 及时赶到 这才将开发商给制服了 电影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话说你要是有了变小的能力 你最想干点啥呢